电视上跟现实是一样的 老一辈的都很会存钱 我们都要向他们学习 你以后不许跟我乱要东西了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 也不看着自己 他们一身衣服能穿好几年 你 永远都觉得衣柜里的衣服不够穿 他们不想做饭了 一个馒头一碗套就够了 你不想做饭了 搭机手机 晃晃一顿点 想吃啥点啥 他们看到没多年了会说 那么贵 吃这碗要干啥 你 为什么会 买个尝尝 他们曾经是问了哪一天能用的 你想的是 这天的目的 都是吃香的喝辣的 这些干嘛 万一哪一天死了呢 这是什么 一杯水 我用一块布把它盖住 如果你能做到 在不碰这块布的情况下 把杯子里的水喝掉 我口袋里的这些钱 都给你了 好呀 你看好了 玛丽玛丽 好喝喝完了 懵我呢你啊 不信你打开看看 哎 阿姨对他家狗说 儿子叫姐姐 我好奇的问 阿姨 这个小狗跟你长得一点都不像 是你亲生的吗 她就生气走了 儿子 长大后给妈妈买什么呀 房子 车子 你所有想要的东西 买不起大人 没有家有个东地 想往自己变得 买得起这些东西 哇 不错 他就说买不起怎么办吧 谁又以后伤给你了 来 去吧 我怕得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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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天 妈妈今天被骗了 怎么回事啊 今天给朋友出去逛街迎面躲过来一个戴着墨镜 手拿拐杖的人 多多我俩跟前说 美女 我今天一天没吃饭了 给点吧 我偷出五块钱给了她 给完我才反应过来 我被骗了 她是装忙人的 不然她怎么知道 给钱赞的是男是女 是祖宝 五块钱买一句美女 给我二十 我都让我开嘴 说几个瞎话 你的意思是我还占便宜了 是吗 哈哈哈 那我问你 你敢不敢叫我一生美女 不敢 我觉得有些事你也不敢 啊 是吗 你才不敢把你手机给我玩玩 想得到挺美 嗯 我还真不敢 我敢叫你爸的大名 你敢吗 我敢叫她爸 你敢吗 哈哈哈哈 儿子 你觉得妈妈做的饭好吃吗 他们都说妈妈做的饭没食欲 还行 能吃 哈哈 回答有点勉强了 妈妈兄妹五个 小时候能吃到一顿这样的排骨 就算是过年了 突然想起小时候觉得还挺幸福的 那个时候穿着开装裤 跟那你大爷二爷的身后 他们走到哪儿跟到哪儿 感觉特别的开心快乐 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甭感觉不到小时候的那种快乐 这不是裤裤缝上的原因 你不是 咱们来玩个游戏啊 这是什么 二十块钱 我拿盆把它盖住 如果你能在不借助任何工具的情况下 把盆打开 把钱拿出来 这二十块钱就是你的 如果你做不到 你给我二十 因为放一百 你放二十 我用我制伤了你 不玩 那行行行 那我给你加一百进去 这样行不 还行吧 谢谢 老妈 跑这儿来了 走吧 妈妈 买了换套房子住吧 换套房子 换什么样的房子 你买套一千坪的别墅给我们住吧 要不你换个妈吧 看谁能给你买得起 你就当谁的女儿去吧 别说一千坪的了 就是一百坪的我也买不起啊 别说买不起 那就换辆车吧 换什么车 换斯莱斯 你就是把我全身的器官都卖了 也买不了一辆老虎莱斯 要不你还是去梦里买吧 只有在梦里能实现你的愿望了 这买不起 那买不起呢 你能买得起什么 你现实一点行不行 说点靠谱的 我能买得起的 那这个玩具呢 这个玩具能买得起 那就买这个玩具吧 几十块钱 行行行 买买买 别吵 今天520 我生病了 恐怕你爸得给我买个包回来了 520是什么 520是一个浪漫的日子 但你能说一下 生病和买包有什么联系吗 你不知道包着白病吗 你等一下 你这是做什么 装置各种依然达正达却 就吃这个 活得放块肉进去啊 你都多胖了 十番费150斤 还吃肉呢 吃骨和长胖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了 你看啊 是羊肥还是狼肥 羊啊 对呀 但是羊是吃烤的 狼是吃肉的 狼反而比较瘦 哈哈哈哈 打回事啊 上体育课他们还被罚了呢 体育课上要做歪跳动作 老师为我们 他以前受过伤可以不用做 有的同学说他脚断过 有的同学说他手腕断过 还有同学说他嘴摔过 我说 你说什么了 我期待断过 老师就翻我 敲了一节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你你掉沟里了 不是 跟同学打架了 打回事啊 怎么还打起来了 他和我写呗 那也不能杜叔打雷啊 他说我的鞋是地坛货 他把给他买的都是名牌鞋 我没照理他 哎他就房间来劲了 他说他妈买了营养车 以后让我妈加油了 我一下就生气了 我说我妈能买个体肩弄车 给人充了体肩 你妈买个汽车还加不起油 加不起油买什么车 为什么让我妈加油 然后他就推我 我说你能打得过我 我就让我妈给你妈加油 哈哈哈哈 哎结果呢 放心打雷了 哈哈哈哈哈哈 哎晴晴你这是看了第几集了呀 最后一集呀 你知道马上要看完了是吧 那我问你个问题啊 唐僧好像从来没洗过澡 你知道为什么吗 知道了呀 那为什么呀 因为连老弟都有妖怪说 来小的们把这盒让给我洗了 哎天天老师为什么罚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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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为我们长大以后要做什么职业 我的同学说他长大以后要做一名警察 为老百姓厨房阿娘我的同学说他长大以后要做一名科学家 为老百姓厨房阿娘我的同学说他长大以后要做一名医生 为老百姓医治疾病 老师又问我啊 啊你怎么说的 我长大以后想做一名老百姓 让他们都为我服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还笑半步爹 不对 是皮笑肉不笑 下一个 一什么翻什么什么 一天三嘴饭 就知道吃 不对再想想 一蹦三尺高 谁会蹦的那么高啊 你呀你跟我爸吵架的时候就蹦的那么高 我又不是猴 猴才会蹦呢 我可没蹦啊 是一问三不知 继续什么师什么高什么 老师喝高了 你这都是学的什么呀 他老师喝高了 他不是喝高了 他是被你切的小牙膏了 哎 是名师出高徒 对付一个想好了再说啊 好好想 什么下什么什么强 在下高启祥 哎呦你妈 哈哈哈哈 妈行不行 我跟你说了没有 你在这一直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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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很烦 昨天给你两块 今天又要 人世间漂亮的美女千万种 我的妈妈最好看 40岁了还保持着少女般的玲珑身材 精致的五官白皙的面孔 哼哼 你这夸人的技术挺高啊 拿去 给你 哈哈 哥哥 挖着偏大的钱 良心会感到不安的 那不要 拿来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我 拿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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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